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2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那本次的更新重点我整理出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蓝龙之地的活动 第二个就是新增变身卡的取得方式 第三个就是本次的特殊礼包购买内容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蓝龙之地 特别拿出来讲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有少数可以取得蓝飞龙的管道 你只要在里面挂机就可以获得蓝龙令牌 50个蓝龙令牌就可以兑换龙之魔法娃娃卡箱 那这个箱子就有机会可以开到魔法娃娃卡蓝飞龙 大家至少要把握换到50个代币 那我们看第二个重点 新增的变身卡韩服男孩跟韩服女孩 能力值本身并不怎么样 但他的卡池非常优秀 有减伤伤害经验增加防御跟血量 取得方式也蛮多的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活动取得 你只要在这次新年开放的冲装活动里面 冲到了加9武器加8防具跟加5饰品 就可以去兑换一个农历新年变身卡盒 一个账号可以换两次 那这个卡盒里面就有机率可以开到 韩服变身卡选择箱 去自选韩服男孩跟韩服少女 如果你不想要透过冲装活动的话 其他的方式也蛮多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 农历特别制作 他可以开放制作韩服少年跟韩服少女 变身币120万就可以兑换一张 两张就是240万 你没有变身币的玩家 也可以使用活动道具去兑换 88个可以换一张 就是6000赚 所以两张就是12000赚 但是我比较推荐的是第三个 购买这个特别假期套餐 他需要使用30个活动道具就是2000赚 每个账户可以做8个 所以是16000赚做满 他里面内容物有卡包代币 还有综合硬币箱以及那个假日凭证 那你使用假日凭证4个 就可以兑换一张卡片 韩服少年跟韩服少女都换完的话 就是8个凭证 就是8箱全做完16000赚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要讲这次的礼包啦 这次的礼包有开放一个叫 奇岩城商人的贸易品箱子 他的贩售价格就是1490元台币 里面内容物可以获得300颗龙钻 以及一个奇岩城成长攻击选择箱 那这个选择箱里面可以自选下面4个 其中一个 一个就是40颗龙之水晶城选择箱 然后再来60个成长手环盒子 还有36个成长皮夹克 以及1200颗龙钻 那这时候如果你想要兑换 加五保底水晶的话 可以透过这个箱子180颗去兑换 因为他全买完是8箱嘛 所以8430颗会有320个龙之水晶子 可以选择你要的其中一个 剩下另外一个可能就再补个 几箱就可以做两个保底了 他这次可以开放每个账户做两次啊 好那我们再看下期成长包 这算是第一次出来的礼包啊 1000钻石可以获得一个 一个账号可以买4个 里面内容物就是爱比诺盆地补充10 10个20个绝金粉末 以及20罐 梦媚以求的成长药水 就是经验值加20%的药水 那这个礼包应该是让大家过年时候好好的挂机 不要担心被别人补刀或死掉的风险 所以这个礼包我觉得 奖冲90或91的玩家CP值非常的高 以上就是本次韩版详细更新的重点内容整理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